BOSS杂谈 经济有料 老家长 今天我们要聊的是一个最近非常热的话题 金市价格突破800元每克的背后究竟是放了什么信号 它背后的经济逻辑又是怎么样的 中国经济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让老百姓的黄金梦变成了黄金节 最近去金店看过或者有打算买金子的朋友可能都吓了一跳吧 明明十几年前黄金才200多一克 如今一克金市居然要800多块了 还加上天价公费 现场走访那些金店看看 消费者有的在磨磨蹭蹭的笔价挑款室 有的干脆直说再等等吧 价格太高了 一些人干脆咬牙 买点小客重的小吊坠 小二丁打发一下 但别以为金子贵了 金店就能赚翻了 据统计 今年各大珠宝品牌的门店营收普遍大幅下滑 甚至还有不少门店直接关门大吉 老百姓愿意买大的越来越少 五克以下的小客重金市成了主流 对此 预言珠宝负责人留言 直言不讳 大件很难卖 设计成小件顺便把寓意搞得好听点 比如什么付付有余 一串好运来迎合一下年轻人 那么金价为什么突然暴涨 老百姓为石膜不买账 好了 热茶准备好 话不多说 我们开始吧 我们先看看国际市场发生了什么事 2024年以来 国际金价一路狂飙 10月30日更是创下每盎司2800美元的历史新高 就连最近稍微退烧了 但金价依然高居2718美元每盎司的高位 为石膜 说白了就是地缘政治局势动荡 比如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中东冲突 俄乌战争长期化 哪一个不是牵动全球神经的大事件 再加上全球经济疲软 连美联储动不动都摆烂不肯继续加息 美元变弱背景下 黄金这种避险资产自然成了全球资本的项目 但话说回来 这其中还埋着一条中国内部的大旋机 因为一边是国际市场供需 推动金价飙升 另一边就是中国市场上的各种供应端 需求端的扭曲 让这个价格飞得比火箭还快 这里我们就来深入哇哇中国的内部问题 咱们看看数据 2024年前三季度 中国金时消费量同比下降11.18% 而黄金首饰更是暴跌27.53% 连中国消费者协会都直言不讳 在金价高企的大背景下 老百姓的购买力严重不足 消费潜力无法充分释放 这其实暴露了中国经济的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 消费端违米 老百姓手里根本没钱 哪里都在说消费回暖 但实际上普通人的工资呢 薪资增速 不仅跑不赢房贷利率 连金价都跑不过 有网友吐槽的一针见血 过去光棍杰在怎么说 也要买点东西应景 但看看今年的双十一 要不是直播间补贴打得凶 大家可能连点击进去都懒得 很多人会问 不买黄金 不买大件 消费力去哪了 答案很简单 选 方 贷 2024年 因为房地产型业的长期疲软 楼市以价换量减便宜的当虚俗 虽然出手了 但随之而来的是更多的偿债压力 再加上当前中国的物价 还在温水煮青蛙的不停上涨 谁还有多余的钱去剁手 和过去的金式消费主力均相比 今年中老年消费者彻底怨气满满 2008年买金子的时候 还能觉得赚到了 现在再看金价 能高价接盘的年轻人 不是囊中羞涩 就是精明得很 事业不景气 加上养老压力变高 中老年人早就勒紧腰包 这样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过去想的靠消费来带动内需 现实是什么呢 消费数据一路他方 日子过好了才消费 日子越来越难 谁还买新手势 金价高有很多表面原因 但别忘了 任何经济现象 往往背后都藏着深层问题 黄金也不例外 一 通货膨胀压力越来越强 北京某金店的销售员就坦言 很多客人来看金市 不是买好看的 纯粹就是对抗通胀 这话戳破了中国经济的右翼层窗户纸 什么叫保值 那就是人们明白 现在银行利率低 存款价值损耗快 钱放银行等于看着它贬值 所以不得以投资黄金 而这恰恰反映出 当前国内货币政策出了很大的问题 二 中国房地产泡沫扩散的恐惧 中国人向来热衷房产投资 但房地产市场本身早就在高杠杆 负债中无法翻身 百姓的钱既不敢买房子 也不敢过度炒股 更不敢大手大脚消费 结果就全都挤去了保值型的黄金上 三中国的阶层分化愈演愈烈 金价飙升的同时 有钱人用大克重投资 而普通人只能买五克以下的小件 从消费端就能明显看出来 财富的断层越来越严重 别忘了 黄金作为一种传统财富避险工具 最近一年来大宗金条的销量增长得非常明显 这证明有钱人在加速把钱转移到 更稳更拖时向须的资产上 而劳动阶层呢 只能越来越穷 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已经看明白了 当前金价飙升的表象背后是 中国经济结构性矛盾的一次缩影 但更加讽刺的是 这样的问题不仅没有缓解 甚至因为管理上的混乱和政策的错误 正在继续恶化 比如 一货币政策失效 宽松的钱流不到该去的地方 过去几年 中国政府拼命放水 试图用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经济 然而事实证明 放水的钱根本没有流向实体经济 企业不敢投资 消费力提不上来 那这些钱去哪了 都跑到了资产市场 部分人拿钱炒房炒金炒金融产品 结果就是财富进一步集中 留给普通人的是越来越高的物价 和越来越低的储蓄收益 例如 2024年的LPR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想象著能持续下降 但实际情况是什么 银行贷款的利率减少了 但银行并不愿意把钱借给企业和个人 反而更愿意放贷给政府基建项目 因为基建贷款风险低 回报稳定 还有政策背书 而对于个人和企业贷款 银行担心信用风险上升 反而缩紧了放贷标准 结果 普通百姓的钱袋子紧张了 消费需求压缩了 让企业的营收下滑更明显 企业又不愿扩大赛投资 最终形成恶性循环 这也是未实谋 我们看到老百姓您 可花800元买黄金 也不敢把钱放银行 或者拿去投资的根本原因 二房地产彻底走衰 经济盖楼赚快钱的时代结束了 先说个数据吧 2024年10月 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同比下降13.7% 商品房销售额下降了9.6% 虽然房地产行业最近打折促销 税费又会让很多刚需上车 但这种做法 只不过是止住短期的下滑 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房地产对中国经济的贡献率 一度高达30% 简单来说 过去卖地卖房的模式 撑住了中国经济的半边天 然而 这个支柱如今撑不住了 个好做的生意 面对持续低迷的市场情绪 连恒大这样的巨头公司 都因为债务危机深陷泥沼 更别提其他种小房企了 当房地产变得不值钱 投资黄金这类实物资产 自然就成了替代性的选择 而普通老百姓 更是感到深深的迷茫 房价涨不起来 房子买了也不能保值 那怎么办 我总的找个地方放钱吧 金条的销量 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猛增的 更悲哀的是 曾经被世卫现金奶牛的房地产走弱 收入都大幅萎缩 麦里南基建动力不足 地方政府用什么来还债 借更多的钱 这就造成了更可怕的地方债危机隐忧 老百姓只会被迫承担更多的赤子负担 金家高企的现象还会更加持续化 三宏观经济信心不足 老百姓对未来悲观 金家暴涨是信心危机的缩影 BOSS最近听到不少人说 就算大城市里生活压力大 公司动涨还能忍受 但最可怕的是未来看不到希望 这种情绪 直接影响了家庭的消费状态和投资行为 比如过去人们买黄金首饰 是未图个好看的装饰 或者为了婚嫁仪式 可是现在很多人买金条 金币是为了存 一位网友的话说得好 你说国内经济真的有这么好 我可不会挤破头去抢金条 我抢它 其实是抢一点对未来的不确定性保障 这种未来恐慌主要来自以下几个方面 年轻人就业形势糟糕 失业率长期高位徘徊 尤其是应届毕业生高学历不值钱的现象 比比皆是 人口结构恶化 少子化让养老压力加剧 60岁以上人口的比例逐年飙升 中国黄金协会也提到 中老年人因为通胀怕存款贬值 成为投资黄金的潜在主力军 重要资产的不稳定性加剧 例如股市波动 汇率压力 让普通人宁可保守投资 买黄金保值 这些现象的叠加效应就是 对于老百姓来说 黄金不再是装点门面的奢侈品 而是兜里最后一张防晒散 四高层以内循环未主的路线持续失灵 最后更得说一句 黄金热的背后 还暴露了中国内循环的彻底困局 内循环一度是高层强调 重心转向国内市场的重要经济战略 可是说内循环 隐含住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问题 欧美市场景一步紧缩 外需疲软 我们要靠内需拉动 但结果内需萎缩的更严重 为时摩 因为老百姓普遍缺乏现金流 当多数中国人都拿钱去买黄金时 谁还去买电器 车子或者餐饮服务呢 什么未来经济靠消费拉动的预期 是不是看起来很魔幻 金时价格突破800元每克 背后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市场波动 而是对中国经济整体问题的缩影和反应 这是货币政策失效 收入下降 地方债务危机 人口结构恶化 就业前景暗淡等多重压力下的 一种必然现象 我们再回到消费者的角度 会发现这是一个双输的局面 对普通消费者来说 黄金本该是一种文化消费品 但现在却成了一种避险工具 可见人们的心理压力有多大 对品牌销售商来说 虽然表面看起来金价贵了 但高昂的价格反而打击了消费能力 实际营收是下降的 高盛和瑞银都判断 黄金价格未来可能还会再创新高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市场对全球经济和地缘政治的风险预期 在短期内根本看不到好转 而中国有可能成为这场全球金价狂潮中的 最后送给大家一句话 金价上涨不可怕 可怕的是金价背后你的生活成本在涨 而收入和希望却在跌 比起买黄金 解决自己的稳定收入和投资规划 也许才是你的最好策略 大家是如何看待这次金价价格突破800元每克的呢 欢迎留言告诉我们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我是BOSS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